谈了一个对象 他比我大很多岁 我发现他越来越偏激了 你拿烟图烫我你忘了 是不是骂我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YouTube的国后帮 我是住的人翔子 您这边是遇见什么问题了呀 我那会年纪小不懂事 谈了一个对象 他比我大很多岁 很会哄我 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一开始确实挺好的 后来发现有点不合适吧 就和他分手了 谁提出了分手 我提的 结果没想到分手以后 他一直来找我 就是要和好 但是我不想和好 他就天天去学校 去家里到处读我 就是您当时孩子在上学期间 您那时候多大呀 那会18 行 您接着说 后来我爸爸知道这个事了 就去找了他警告了一下 他就消停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也是让我爸骂了一顿 本来以为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 最近这段时间 他又开始找我了 我现在还不敢给家里说 我爸上次就发了非常大的火 要不是我妈拦着都要打我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一直不停来找我 而且我发现他越来越偏激了 那您想对我们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别让他来找我了 我真的快吓死了 下来之后我们也开个会讨论讨论 这个事情我们尽量帮您去解决解决 还没提打电话 谢谢你 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你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你不清楚吗 哎呀你别生气了宝贝 我这段时间想死你了 真是我今天半天你都不行 咱们一块出去玩吃喝的 喝的都好 每天都开心 对不对 你别耍小孩脾气了 是我耍小孩脾气吗 上次见面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拿烟头烫我你忘了 上次在找我在我家门口 拿烟头烫我 但是真的是给我吓坏了 我不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天机的行为来 现在网上把您叫过来呀 这个事不是说您不说就过了这事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这个东西可能已经从法律上 它已经越界了 像当上他烫伤您的这个时候 您这个小区里面有没有类似监控啊 或者什么的 有取过证据啊 没有没想过 而且我家是老小区没有监控 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证明确实他烫伤 就我们是百分之百相信您的 就是您看您可不可以这边联系一下他 就是最好是现场能够拍到这个人亲口承认 您身上这个伤疤 却也是他造成的 别了 就像哥 我是真不想见的 就我们觉得如果你真是想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很多事情你小不仁则乱大梦 就是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来解决啊 这个事情啊 你走一些正规程序来说 解决起来更加快的 更加便捷 更加好 更加能够维权 这个事越快出的越好 就明天中午的时候你就越越疼 那明天见面你们能确保我的安全吗 那肯定 那我们肯定要我们一直跟着你 好 您直接去跟他 什么简直说行吗 我那是不小心 那天喝的酒 你这么大人了 你不小心 扔烟成不小心 你能别在这装了吗 你拿那个烟成我身上戳过来的 你当我眼瞎呀 我咋拿水的烫你呀 你放屁呢在这 来不及呢 哎呀你别生气了宝宝 我错了好不好 别生气了 我不想你听你在这放这些屁话 你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我要出差 明天没有时间 后天晚上我把领导送回去之后 我连夜赶回来 当时我在小区门口等你了吗 你到我们小区门口那个广场吧 挂了吧 啊 见面在那好好在 就在电话里面现在这个 承认这个伤跟他有关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喝醉了 不小心也给烫伤了 是不是 他病大多少 大十岁 大十岁啊 基本情况我这边是了解了 我们会先去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小区门口那个广场 然后那个我们一会儿送您回去 我们也随着看看那个广场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也会全程去我们一定是安全的 那您快回去吧 好吧 姑娘 姑娘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广场 大壮 我们经常让这个事情呢 就在这个位置 大壮 你到时候就在那个新飞气楼的吧 好 小开啊 你把这边就撤 我们 后天往下见吧 我们也可以先来这个地方 拜拜 你给做什么 那边就在带路上 这是进行很迷的 好 太阳湿了 明显 太阳湿了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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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了 琪琪 我找你见得太难了 哎呀 琪琪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你怎么不生气好吗 好 我咱俩不好 小伯伯 我套的疤还在这呢 别碰我 那时候我脚心烫的 你不想在中间都不想 我怎么舍得烫我出去 天天想要你 想要是不想 那是你烫的吗 我那是不想 别碰我 你这儿好说 天天就去 喝了天天就 故意中之间 那咋 这个事过不去了 没完了 什么事 我没完了 那你想怎么的 我就想你以后别来找我 不可能 必须咱们俩很好 我不想 想都别想 你必须给我结束 来 给我走 来 给我走 哪那么多事 给我走 来 你给我走 给我走 狗 你干啥的 没见过两口吵架 你干啥的 我找狗啊 你找狗 上那边找狗去 你搁这儿搂到什么玩儿 我狗声音挺大 我听什么狗叫声音挺大的 我都快看看 我 我 骂我呢 是不是 是不是骂我呢 不是 你是不是找狗呢 你是不是想死啊 是不是没死过呀 不是 你干啥 你你动 你是不是想死 动手 你骂我俩 你站着肖子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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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走 不要吐槽 放我吐槽 救命啊 放我吐槽 放我吐槽 我要吐槽 你慢点 今天我再赶紧你这个小区 你给我等着点啊 他妈有人收你 你知道了 以后再出来恶心人 我还给你摁里边 靠 你们给我系好了啊 你这两个垃圾 走 明神连神四连有人接你啊 如果这个人后面以后啊 今天就受了这样的罪了 如果我今天还敢来赶紧叫你们 都要记得一份联系 成年了哈 也不是说不让你们跟易线去交网站社 这个了解一个人啊 知晓一个人之后 再让他里面进一步的动作 或者彻底关系 这个对你来说 这女孩来说 一定会比较好 而且不是说 要教大年龄的男孩子不好啊 你就做不了点自己 这种恋爱之后呢 他真是说不定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 但是疯狂还是疯癫呢 所有的推移师的新鲜感 这段是乱者 因为你还得以学业而言 这个所谓的练情 美满的练情 这么漂亮 一定会在未来人生的当中 由你得起而言 而不是现在急于求诚 这个事没有水道水平 刚没有节省 现在今晚听证 我们的衣服也知道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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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谢谢小朋友 那你快回去吧 好吧 拜拜 拜拜 也要紧说一下 看我们这个视频 也有很多年轻人 大家也是在择偶 或者选择异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张职与助 包括男生 对女方 或者女方对男生都一样 不要太过于强势的需求 要求对方做不一样 而且 对呀 连爱这种东西就像打电话一样 通话的时候 一方需要打 一方需要接 这是双方都需要自愿和愿意的 但是挂电话这种事不是的 有一方一旦挂了电话 这通通话就会变成黄兵 那个时候啊 恋恋不舍的那方 我希望你能太深地放下电话 也许一再修权 这样让人感到恶心又反胃 谢谢 谢谢 谢谢